男人憋不住了会藏去这几个地方 再坚强的男人背后也有你不知道的内幕 他不会像女人一样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大哭一场 而男人只会藏在心里或者大醉一场 来发泄内心的不愉快 也有的男人会去一些娱乐场所 例如 1.K哥 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不会和自己心爱的女人说 因为他不想把自己不开心让老婆知道 所以他只能选择一个人默默承受 或许他会偶尔去一些KTV 找几个朋友一起去唱歌喝酒 这样就能够把自己心里的痛快发泄出来 或许有的男人会选择其他途径 出去找小姐 玩过之后就会觉得心里很开心 忘记了所有的不愉快和烦恼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男人或者女人 总会有一些缺陷的 你要记住 电视剧里都是骗人的 只要你的男人对你全心全意就可以了 不要每天都等他下班回来 你就像查犯人一样去查看他的手机通讯录 你这样做只会让你的男人离你越来越远 两个人在一起 需要的就是心与心的交流 也许你们相互多理解 多担当 多付出一些 彼此相互信任 这样你们的婚姻才会更加幸福完美 你们觉得呢 2.朋友聚在一起 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找自己的兄弟一起出来喝酒 也许只有和这些所谓的兄弟在一起 才可以完全释放自己 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 和朋友在一起 总会有说不完的话 彼此之间可以述说自己的难处 说说这些年 自己在打拼道路上所遇到的艰难险阻 都是靠什么使自己自称到了现在 会告诉兄弟自己是真的不容易啊 但这些话他不可以告诉自己心爱的女人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身为一个男人 必须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表现在家人面前 不可以让他们为我担心 我是家里的顶量柱 我告诉我自己一定不可以倒下 因为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人需要我去照顾 需要我去做 不管自己再苦再累 都要让家里人过上幸福的日子 这就是身为一个男人 应该有的责任和担当 像这种男人 他内心知道 永远都不会背叛自己的老婆 就算外面世界再新鲜 他也不会被诱惑 三 寂寞的男人会通过一些软件来发泄 有的男人因为被社会逼得太紧 内心深处压力过大 同时也不知道该找谁去述说 这个时候 他就会通过现在的交友平台 在网上去认识一些 和自己一样经历的朋友 他们虽然见不到面 但可以把自己藏在心里的话 给说出来 这也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和方法 因为人的心再大 也会有一定的范围 总会有那么一天 大到自己无法承受的那一刻 其实男人也需要女人去关爱他 不要通过一个人的表面 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 不通过长时间的相处 你根本不知道一个人的本性 都说知人自免不知心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其实男人有时候也很需要被疼爱 千万不能冷落了那个爱你的男人 不要觉得什么事情 都应该让你的男人去做 他们也是人 总会有泪倒的那一天 他们每天出去工作赚钱 晚上回到家还要听你的唠叨 他真的很累了 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所以女人们 有些事情不要做得太过了 可以适当要给你的男人一些 同意的空间 这样他们就不会感觉那么累了 你们觉得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